面对全美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要求进行全面改革的压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签署一项 警务改革行政命令 鼓励全国警务部门采用最高的专业标准 为民众服务 特朗普表示强烈反对削减警务的资金 以及解散警务机构 并认为这些提议是激进的行为 该行政令呼吁制定一项资格认证计划 以鼓励警察在使用武力方面采用最佳做法 并追踪那些被指有不当行为的警务人员 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拜登对此表示 这些措施不够充分 中非领导人于17日通过视频连线 召开中非团结抗议特别峰会 峰会发表了中非团结抗议特别峰会联合声明 中非双方决心深化中非友好 加强相互支持 着力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加强团结合作 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 携手战胜疫情 加紧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更多向卫生健康复工复产改善民生领域倾斜 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将疫情政治化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校就中印边防人员为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对外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 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 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 蓄意发动挑衅攻击 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 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历来属于中国 印边防部队出尔反尔 严重违反两国有关边境问题协定协议 严重违反中印军长级会谈共识 严重损害两军关系和两国人民感情 中方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为 与中方相向而行 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17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自6月13日起 北京已经迅速对新发地等出现疫情的市场人员 周边小区居民大数据排查涉疫市场人员 社区敲门行动中主动报告有关接触史的人员 以及全市各农贸市场工作人员 约35.6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 此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16日表示 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三文鱼是病毒宿主 美国政府周一证实 将会修改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进行生意往来的禁令 允许其合作制定下一代5G网络标准 去年 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美国商务部的所谓实体名单 以国家安全为由 限制向该公司出售美国的商品和技术 华为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同行进行真诚的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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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华为 Earth